現在要來進行Android手機的螢幕截圖 螢幕截圖要用DDMS工具 開起來之後呢 點選你現在正連到的手機 然後選擇裝置 選Screen Capture 這時候就會抓到螢幕截圖 所以只要用DDMS工具 點選Device 點選Screen Capture就可以 那如果要更新畫面 就按Refresh 我現在稍微重新更新一下畫面 再按Refresh 這時候抓到的就是新圖 好 那這是Android的螢幕截圖方式